是紅隊啦 對隊友是你 那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落差最大 阿欣 阿欣在測試賽的時候 很恐怖 然後後來 越來越熟悉之後 怎麼辦 你要抱摟 佔起來氣丟就越來越高了 佔аль星 全明星優惡 所以未來的這個節目目標 這是想要賺到 對 對不對 不會 但是如果我們家的小朋友 覺得很開心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 想要開始 再開始 紅隊適用擴出 紅隊遞擋的 五秒 全明星紅隊歷經鐵血訓練 被封為四季最強拔河隊 本週以五秒完勝黃隊 就連藍隊先前 也被他們實力碾壓 紅隊啊 我們慢慢的把繩子拉過去了 同學將要跌倒了 跌倒了 到前排 六秒 早上我覺得衝擊感很大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贏過 你說這個是最有衝擊性的嗎 也說不定是最沒有衝擊性的 因為你還來不及感情 就贏了 就結束了 不是 人家都來不及感情 就贏了也太壞了吧 就結束了 所以有一場 你跟 陳怡瑞 那場被罵 啊 然後都說 我幫他cover的全部 還沒有 記得他應該是有幫我們道歉 我覺得很被陷 如果是我我就不道歉 他做了多少同意 他自己都會知道 隊友都會知道 然後我知道 有時候真的兩次是兩次就夠了 他最該道歉的 可能就是我 可是我不在意外 我其實平常是不開網路流流的 但他們無口不入你知道嗎 就是我寫一篇什麼 然後他們還要到我的那個 人家罵隊友 我就會有一種豐派大捷頭的性格 從底下滑出來 是 但是我是超級忍耐的 就是 嗯 好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當他都沒有回 對我沒有回 但是我都看不到 因為有被網友講的一點就是 他那時候強向是羽球 真的是蠻好笑的 我說你到底寫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要寫羽球啊 你根本就不會打羽球 你幹嘛寫羽球啊 白癡 白癡是 是他的口頭上 他錯了 還要害他 我說你寫跳舞就好 他說 我不知道可以寫跳舞就好啊 我說那你問他寫羽球 他說 我說我出社會之後 有打破羽球 你沒想到大家的專場 是真的會去比賽的那種 不然欸 澄清有透露說會打他 欸 他說的話你真的聽一半就好了 真的喔 因為他是超有自信的那種人 你問他同學會不會找冠軍 他也會跟你說 對好像他已經在未來一樣 紅隊後面有反托 但不至於到大反托 欸 有沒有到大反托 紅隊有沒有反托 紅的籃球角 這不是籃球 就是這角色 你那邊臉有帥嗎 我那邊臉有帥嗎 我那邊臉有帥嗎 那是紅隊啦 那哪個隊友是女的 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都操作吧 阿鑫 阿鑫在測試賽的時候 很後面我來 然後後來 越來越熟悉之後 你要爆腰 他的氣焰就越來越高了 越殘忌 做一個高大壯碩的男人 一直碎片真的不適合 紅隊的那個 肩膀會都在噴他啊 哪有 我常常都在不噴他啊 那一天 這道家全部收拾好了 就一直噴他 就一直噴他 我常常不再檢討會噴他 於是不仁 我腳髮比較直 不是以前拍攝 但是如果你對我腳髮直 然後我覺得 你誤會我 我委屈了 對 那就不好了 那只有單上 我想讓你不舒服 我很直接跟他講 啊 是嗎 我就說你閉嘴 那他現在不行吧 對啊 而且佳生不管你當時都很可愛 佳生沒有講話 佳生多講話